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儿福改建的松信社会住宅新建工程 3月15号正式开工 将新建楼高11层 包括90户社会住宅 还有区民活动中心 及礼办公处的多功能大楼 预计116年完工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 市议员秦桧 许淑华 张维源 与洪建议及都市发展局长等人 共同资产下 台北松信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处由儿福基地改建的社会住宅 将新建地下一层 地上11层建筑物 除了有90户社会住宅 还规划有区民活动中心及礼办公室 并留设广场及开放空间 希望透过精致设计 塑造一个小而美的设宅环境 预计在116年会完工 总共有一到三房三种类型 特别我们这一次在新建设宅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纳入包括绿建筑 智慧建筑 耐震 几个非常重要认证的标准 就是希望能够落实我们对于城市永续 这样的一个新建筑概念 那另外我们也包含了包括区民活动中心 礼办公室 还有广场开放式的空间 那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 市民朋友感受到 我们整个居住环境的品质提升 而且更可以让市民朋友交流互动的机会 除了持续增加社会住宅数量 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 社会住宅的品质与安全更为重要 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方面 特别检讨品管标准作业流程 希望打造高品质的建筑 包括我们施工期间 要强化三级品管 还有建造作为 以及包括我们常见的缺失 把它纳入在验收的项目当中 就是希望把我们验收验屋的程序 能够更加的经济 强化我们品质控管的机制 因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建筑高达7成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公办都更7599方案 及都更武建等 透过法规松绑门槛降低 让都市更新更为可行 另外北市府也提出轻盈换居计划 兑现蒋万安的政见 包括在东明社宅 青年一骑社宅等等 我们总共有三处正在规划 所以在规划的房型里面 我们有加装扶具 还有扶手家具等等 就让长辈可以入住到 有电梯的社会住宅 那原有的这个公寓 我们透过整修之后 透过优惠的租金 出租给年金朋友 就让年轻人能够住得起 而长辈可以住得安心 住得安全 对于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住宅 议员们有建议也有期许 我们也希望未来 不管万安在社会住宅的新建方面 或是在刚宣布的都更武建上面 不管是所谓居住正义的落实 或是未来有关于 相关都更为老的推动等等 不管在政策面 法规面 或是降低门槛的部分 都能够按照他所宣示的都更武建 能够加以落实 当然社宅的部分也不能够缓下脚步 必须要有足够的涉财 如租我们的青年 以及我们的弱势族群的需求 也希望这部分的住宅政策 能够更加落实 我们会带议会 全力的监督 也会全力的协助 市政府应该要带头 把租金降下来 也不要让市场上的租金 都已经高到有点吓人了 甚至大家认为说 我租房子不如买房子 所以我认为说 尽量避免让投资客 这样子的一个炒作 这个房价的问题 所以如果市政府 在涉财的部分 能在降租来做处理的话 我相信对年轻人讲 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据统计台北市目前 已经完工的社会住宅 有6520户 正在施工的则有7602户 未来包括东湖社宅 台美国小社宅 桥泰新社宅 及奇岩社宅等规划案 将陆续推动 希望提供 优质友善的居住环境 让更多市民 及在台北打拼的年轻人 都能有一个 安身立命的据点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 证件兑换进度 让外界相当关心 在就职满100天前夕 蒋万安盘点 所推动的各项政策 包括了都跟武建 大巨弹赶在年底市营运 声誉奖励提高 以及捷运东环线 两年动工等 蒋万安强调 会一步步推动落实 让市民有感 在去年12月25号上任 台北市长蒋万安 即将在4月3号迎来就职100天 对此蒋万安盘点 说明他上任后 所提出的各项政策 及推动进度 希望一步步落实 让市民有感 我们从上任到现在 不管是对于 未来台北市 推动大都跟 我们上星期也提出了 公办都跟7599算案 还有都跟武建 就是希望透过 法规的松绑门槛降低 能够让民众对都跟 看得到也做得到 另外我们对于交通的建设 不管是市民满意度很高的 New Bike 我们也跟资讯局 透过数据的分析 希望能够有更有效率的配置 还有市民关心的大巨蛋 我们也积极的努力朝向 年底能够正式完工 启用前进 当然还有包括 民生 年轻人非常关心的 不管是生育奖励的提高 还有对于我们托育人员 薪资待遇的提升 从34000到38000 等等这些政策 还有包括捷运的新建 东环段 我们也积极的朝向两年内 能够竞速动工的目标前进 我们会一步一步就这些政策 推出来让市民有感 另外针对近日 北市府联报贪赌案件 角安强调已经在市政会议上 告诫同仁 反贪清廉是核心价值 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对日前网络媒体调查 六都市长好感度 角安最低 角安表示上任至今 市府团队所有同仁都非常努力优秀 自己也就市民关心的重大建设 社会福利陆续提出多项政策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 让台北市不断往前迈进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犯罪的手法日新月异 台北市警察局创了全国之先 成立了数位科技震情中心 希望统合数位建设实验室 警用无人机队 以及录影监视系统等科技设备 搭配刑案情资协助机制 并运用大数据进行犯罪趋势分析 以正会科技维护治安与市民的安全 落实蒋万安犯罪灵龙冷的目标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警察局长张龙鑫等人 共同揭牌下 台北市警局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正式成立 上任后及强调犯罪 玲珑冷的脚弯希望 透过智慧科技的运用 强化警方犯罪增防能力 有效打击犯罪 维护台北市治安与市民安全 我们有数位检视实验室 同时我们有警用无人机队 同时我们也有在各分局 科技增防小队等等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新的科技技术 数位的分析等等 来进行相关的打击犯罪 执法的手段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面对未来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借由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整合来自各方的情资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进行预判可能的犯罪趋势 而提供各位更精准的 犯罪打击犯罪的决策 我想这就是我们成立 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未来我们同仁应该善用 这一个数位科技的战情中心 好好的利用所掌握的相关数据 情资还有一些data 做妥善的运用 我想更精准的打击犯罪 来符合市民的期待 足以查看警用无人机 及录影监视系统等科技设备 讲完也透露 今年1月有一项全世界各主要城市 安全犯罪指标评比 在242个城市中台北市排名第三名 讲完特别感谢警察同仁的努力 对日前出现黑道猖獗 向公权力挑战的行为 讲完也表示 已经要求警局强力执法 绝不容许黑道示意横行 我刚刚已经强调 公权力绝对不容挑战 我已经请台北市警察局 一定要强力务必的处理 维护台北市的治安 同时我们也绝对不容许黑道示意横行 台北市警察局方面表示 今年1月破获史上最大毒品仓库 并查获1.4公吨毒品案 就是运用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整合团队力量及勤资的成功案例 台北市警察局将在现有基础上 再接再历 提升治安成效 为市民打造安全移居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前一阵子 有黑帮在台北市五星级酒店 举办春酒还安排了浪妹迎宾 嚣张的气焰引起了社会关注 台北市警察局3月8号深夜 立即执行一波扫黑勤务 动员了200名警力扩大领检 不允许挑战公权力的行为再度发生 在警局主管带领下 远景进入酒店开始进行盘查 日前有黑帮举办春酒 不单搭张旗鼓 还安排旗袍辣妹迎宾 引发社会关注 台北市警察局方面3月8号晚上 立即动员200名警力进行临检扫荡 希望约制黑道炫耀行为 我们未来对于这些黑道的一个 春酒或者是其他大型这个聚会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再发生 那我们也正式会对这些黑道宣誓 势不两立 那对于未来这些大型的黑道的这些活动 我们一定是会强势的这个执法 那也特别要约制他们不能再有这些 名车或者是这些纳妹的这些炫耀的这个行为 台北市警察局长赵隆兴也特别呼吁 犯例业者配合警方维护社会治安 如果犯例业者的立场让这些帮派 有影响社会安全之余 警方也会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这些犯例业者那对于他们的这个立场 如果说是这些黑道帮派如果影响到安全之余 我们也是可以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那我们对于业者的这个状况 我们未来会去再做持续的沟通 那原则上我们应该是会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会进入到会场里面去做执行这些防治黑道暴力的一个 不法情绪的发生 赵隆兴强调对于黑道帮派将会展开一波波扫荡 对于不法行为则朝组织犯罪侦办 同时针对黑帮赖以为生的场所据点 各警分局每天会持续规划领检及收集情织 后续一周将持续领检扫荡 展现警方维吾治安的决心 第一天我就宣示这个各分局对于他们赖以为生这些行业 比如酒店还有堂口 那昨天的这个警力也出动了大概200名的这个警力 昨天在这些的酒店场所也超过三名的这个通缉犯 那未来连续一个礼拜 我们持续都会再去规划 找到这些他们义务回生的这些场所 未来会持续一波一波的这个做一个执行 让这些黑道的这些气宴 他们这些嚣张的这个行为 我们警方一定是会有作为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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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团 关心您 又到了清明扫墓时节 由于墓区的周边巷道教载 台北市交通局3月18、19以及4月1号到5号 在富德公墓、南港军人公墓 以及杨明山第一公墓周边 实施交通管制 并配合免费公车的服务 请民众多加利用 清明节是众人扫墓 祭祖的大日子 也是怀念先祖的方式 家族成员起居一堂 到仙人的墓地或塔位祭拜 难免会造成墓区车炒大 为了便利民众扫墓 台北市交通局在周边 加强交通疏导管制 那我们今年那个 这个扫墓区周边的交通管制 它主要是几个大部分 就是富德公墓 然后这个南港的军人公墓 还有辽民山公墓的部分 那这几个管制点的部分 主要都是只供这个公车 富康巴士 还有执行公墓的车辆通行 那这个我们管制的日期 大概总共有八天 那就是这几周的这个假日 这个十八十九 然后二六 然后四月一号到五号 那因为那个二十五号 是这个弹性上班 所以那一天是没有管制的 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 是从五点半到这个 早上五点半到下午的五点 那不过南港军人公墓的部分 它的管制时间是略有不同 那是从早上八点到这个下午的五点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管制图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 在这个富德公墓的部分 它的管制点的部分 大概有A B C 那D E F G 然后那个南港军人公墓的部分是I跟H 那这个部分后面的部分 我们会有这个详细的一个列表 那另外在这几个点的部分 我们做了交通管制之外 我们会有这个就是赏幕公车 那赏幕公车待会公司会跟各位介绍 那同时我们这附近也有这个 很多的公车可以抵达这个赏幕区的现场 那A到A的部分 大概它区分成两类 第一类的部分是这个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那个墓区周边的那个道路它比较狭窄 那如果说这个汽机车上去的时候 它会没办法会车 没办法通行 所以这个我们历年来 都有做这个交通管制 那A点的部分是在这个新义区的 这个重德到富阳接口的部分 那这个B点的部分是重德到重德1、4、6项 那C点的部分是这个 研究院路四段跟木杀路四段159项的 这个一个三叉路口 那D点的部分是这个西韩市的 前的三叉路口 那下面这边都有照片 那E点的部分是这个木杀路的五段18号 那第二种这个交通管制的点位的部分 它是只有禁止汽车通行 那依照它的路幅的部分 机车我们还是可以开放它上去的 那它这个部分总共有四个管制点 那分别是这个F的部分 F跟G的部分是正面负得公募的 它是在木杀路五段的西侧 在万福桥的这个公车站站牌前面 那也就是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F的地方 然后在G的部分是木杀路五段四三项 跟木杀路五段的项口的部分 是在这个地方 那在H跟I的部分是针对这个南港军容公墓的部分 南港军容公墓的部分有两个点 一个是这个研究院路四段 跟研究院路三段的这个交叉路口 那另外是这个中华科技大学的前面 下一页 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木区的管制 是在阳明山的部分 那阳明山第一公墓领鼓楼的部分 那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 是在这个行役泉源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还是有这个 赏木的公车可以做服务 那它可以从管制点的部分 站到这个领鼓楼的部分 那它从捷任石牌站的部分 也可以直接搭这个联营公车 上来到我们这个管制点的部分 再转搭这个赏木公车 那管制点的部分刚才有提到 这个部分是这个 所有车辆禁止进入 那公车机车跟这个持有通行证者 除外下一页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专序工商前面的 这个行役泉源路口部分 是一个管制点 另外公运处也在3月18、19号 及4月1号到5号 共8天的时间 提供5线免费扫木公车服务 那我们配合在架子的一个区段 有去开免费的一个扫木公车 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行之有年 那基本上是有5线 那分别是木榨线、南港线、崇德线 跟军人公墓线及杨明山线的一个部分 那会服务到富德公墓、南港军人公墓 跟杨明山第一公墓这三大墓区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整个行驶的一个路线跟班次的一个部分 那木榨线的部分的话是在捷运动物园站 回到富德零鼓楼 那南港线的部分的话会是从军人公墓 那就接近中华科技大学的部分 回到富德零鼓楼 那崇德线的部分可以从捷运零光站 那军人公墓线就从南港军人公墓到中林堂的部分 那阳明山线的话就会从分区工商 回到阳明山的零鼓塔 那基本上营运时间就是配合交通管制的时间 那除了军人公墓线是从八点开始 那其他的路线的话基本上从五点半 就开始做一个营运的一个服务 那收班的部分的话就是晚上五点的部分 这边也是要提醒民众来注意整个末班车的一个时间 然后能够顺利的搭车返家 那整个尖离峰班区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军人公墓线是20到30分钟一班 那其他各线的部分原则上是3到10分钟一班 那如果说后车民众比较多 那那个已经车上乘客都已经载满了 原则上公车业者就会把公车就会发车了 那执行这几年来基本上都是书运都非常的正常 那刚刚讲的是假日的免费的一个扫墓公车的一个服务 那民众也会有一班平日的一个扫墓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这边有从3月20号到3月31号 有11天的平日 那我们有批使一贯票需要收一贯票费用的一个 一一二路的一个扫墓公车 那基本上是从捷运动物园站到富德零鼓楼 那也可以到富德公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部分 那每天是有八车次来提供服务 可以在捷运动物园站二号出口来做搭乘 那扫墓公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卫民服务的一个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都有配使小福康巴士 在五个那个各路线的一个部分 每日大概有13辆来提供一个小福康的一个 障碍的一个服务 那至于在公车的车型的部分 除了从捷县的部分因为是道路比较狭窄 那其他的像是南港木大跟那个阳明山线的一个部分 我们全部都会配置低利板公车来提供物障碍的一个服务 另外像照片上面所看到的业者会搭设偷车棚 那避免天雨的时候可能民众会有到被与领导的一个状况 那业者也会派驻相关的一个导引人员 会去做一个引导乘车秩序的一个部分 那在近年的部分的话因为疫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 其实导引人员会协助做一个首部的一个清洁消毒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 整个扫墓公车还有提供扫墓工具的一个借用 那另外还有提供爱心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也包含相关的激放物品 如果民众不小心有擦伤错伤 那现场的一个服务人员还可以协助做初步的一个涂抹药品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依照历年民众扫墓期间需求 连续假日人潮将是最高峰 交通局呼吁民众避开尖峰时间 利用大众运输系统转乘 避免开车前往 平日也有加开一条路线公车 让民众搭乘使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顺利美术馆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推出了第二波教育计划 跟你说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后 邀请了七位艺术家展出 让大小朋友透过绘画 装置 影像 剧场等各类艺术形式 以不一样的视角 颠覆对故事的想象 随着3C网络社群媒体的发展 说故事不再只是单项描述既定的事实 透过想象力可以解放定义 寻找叙事的各种发展 北美馆儿艺中心跟你说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后教育计划 延续故事叙事为基础 邀请于正达 李文正 何孟娟 张朔颖 张嘉颖 刘渝 郑然斗 其位艺术家 以各种艺术形式 回应当今现象 引导观者 以不一样的视角 发掘观看故事的面向 大家也可以发现 我们举办的展览 不是传统的儿童艺术的机构 就是讲求很可爱 或者是很粉嫩 而是透过 基本上还是透过一个 当代艺术的手法 怎么去启发儿童 或者是更年幼的观众 更有想象力 然后去理解这个世界的 不同的面向 不是只有可爱的那个面向 所以我想 我们从小阅读这个童话故事 往往都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那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主题叫很久很久以后 那我想也是在讲一个 讲故事的方法 就是怎么去讲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讲同一个故事 然后也可以去延伸 不同的故事的想象 那这一次总共有七位艺术家 参与这一档的展览 儿童艺术中心很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去把现当代的艺术 转化成一个新的一种教育的语言 让更年幼的观众 可以去理解艺术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然后从这个地方去理解这个世界 艺术家于正达从当今网络社群现象 为切入点 化身为虚构的榴莲大亨 即知名网红法咪咪 藉由所创造的咪滴仔角色 探讨媒体发展 及所带来的实用行为演变 哈喽大家好 这次跟台北北美馆合作的新的创作 叫做Media 然后它是一首讨论阿华世代 阿华世代就是201年之后出生的小朋友们 他们在这种数位媒体环境里面 对他们来说的数位生活是什么 所以我们创造了一首以他们为主的潮流洗脑歌曲 就叫Media 另外一部分的Media 其实就是我从我原来之前有的榴莲logo 去拟人化变成一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的一个造型 例如说像后面看到这个 大概110公分的身高这样子 所以呢这一次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完全3D制作的音乐录影带 然后加上这个金曲制作人高潮老师 帮我做的这首新歌Media 然后所以在展场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非常巨大的投影 其实这一首歌的MV之外 它其实还有室内的那个球池 还有户外的冲击流连 然后希望营造一个跟小朋友很靠近 但是又可以跟他们玩乐的一种数位媒体空间 所以其实这首歌呢 它当然是用一个比较轻松愉悦 然后跳跃感的节奏 然后去跟小孩子互动 然后一个部分呢 当然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身体跟着这个音乐一起动起来 但另外一部分其实也在让大家去思考我们当代生活里面 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媒体界面里面 社群视窗里面的这一种移动感 这一种跳跃感 所以在MV里面就可以大概很清楚看到这一些区块 从IG变成YouTube 然后再到一个直播的现场 然后是在开party 艺术家张硕颖以神话巴蛇为主题的互动式剧场 他吞噬大象 之后成为了一座山丘 新增有关该神话再诠释的录像作品 碧浪公主 以洞穴作为神话母体的最初影域 透过传统民谣 引领海岛民族的共同记忆与历史 所以他现在就换了一个新的故事线 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其实对这个很多传统的故事有兴趣 尤其是在东亚的故事 那我们有很多故事 其实都跟蛇有很多的关系 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白蛇传 然后又像那个什么 像韩国就有一个精灵蛇窟 就是关于有那个蛇去危害这个村庄 然后有活人献祭的故事 那所以说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就把很多这个蛇的故事给混合在一起 那一个当然是白蛇传 那一个是这个韩国的这个精灵蛇窟 那还有一个其实是阿美族的关于蛇去织这个胸衣的 用蛇皮来织胸衣的故事 那我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就有三个不同的文本 那我再用这三个文本去做成这个互动的剧场 那所以说你在现场会看到 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儿童剧场 但它背后是由一个电脑系统给操作 所以当观众或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在走过这个剧场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跟你讲各种不同的故事 这其实是很多的探讨 我们儿童剧场还有什么可能性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 一般我们看到这种儿童故事 这种很开心很愉快的故事 那它其实有很多 可能小朋友或爸妈会觉得 它不是那么可能会有一点恐怖的故事 但是就可以回溯到像是我们最早的格林童话 它其实是有很多蛮 也不是说暴力 就是说蛮残酷的故事在去改编 那其实这就是 就是我们争持人生会上演的很多事件 那所以说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是 它虽然会有一点 好像有一点在这种恐怖的边界 但可以让小朋友去思考说 那怎么样故事是可以最贴近他的生活 跟你说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后 从即日起展出至8月27号 展期间除了举办多场定时导览 团体导览外 每月双周六陆续推出数场故事日活动 相关资讯与报名办法可至北美馆 而易中心官网或北美馆脸书粉专查询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公办都更新计划启动 以三大家值服务 早进场 邦市涮 住选屋 协助市民推动都更程序 公司协力共创移居城市 公办都更申请门槛降低了 以往第一阶段就需要90%的住户 同意都更 但根据过往经验非常困难 因此将第一阶段门槛降低至75% 让政府可以提早进场协助 增加市民意愿 大家也知道台湾我们在地震带上面 我们经历过921地震 最近大家也看到土耳其的地震 所以感受到 其实现在市民朋友 想要的不只是居住的舒适 更强调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想在去年 我也特别提出了相关都更的策略 当然我想最重要 我们也希望说怎么样能够 加速都更的速度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提出来 也就是包括早进场 帮市涮住选屋 三个三大加值的创新做法 能够加速整个都市更新的速度 我们现在几个程序的步骤里面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举相关整宅的例子 包括性微整宅 举这个例子 因为去年我也特别到性微整宅去几次 而且今天也谢谢我们 廖主委有钱来现场 特别的关心 所以我想也把这样的一个讯息 能够告诉大家 也就是在第一阶段 我们现在 龚曼都更要先调查住户的意愿 那原本龚曼都更2.0 就是旧有的这个规定 是必须要意愿达到90% 住户90%有意愿 我们才会进到下一阶段 也就是下一阶段 政府还有相关的团队才会进来 进行相关的评估 财务的试算 建物量体的规划等等 但因为现在一直卡在第一关 也就很难达到90% 包括举例性微整宅 已经非常努力了 现在达到将近81% 80.93% 已经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说要再到90% 真的就很困难 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今天特别提出来 在第一阶段 我们希望意愿门槛 降到75% 那这有什么好处 大家会讲 那当然 可以很快地到下一阶段 到下一阶段 市政府我们就会结合 民间的专业技术团队 进行相关的财务试算 建物量体的规划 还有包括召开说明会等等 让原本可能还在观望 或并不清楚 整个都更程序的住户 他可以很清楚了解 相关的数据 同时他也会信任政府 已经及早地进场 也会提高原本观望住户 他加入公办都更的意愿 这个计划有三个亮点 首先也是回应市长的政策 降门槛 我们降低受理的意愿 到75% 提早进行规划更新 第二 扩量能 市府跟住都中心联手之外 我们更加入民间技术团队 一起进场合作 加强协助的力道 扩大服务的量能 那再来我们都知道 推动都更共识 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这样的共识 必须奠记在 资讯透明的基础之上 市府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会协助市串 协助选屋 让居民能够了解 自身的权益之后 再表达更新的意愿 7599计划有四个申请条件 来向各位做报告 首先 第一个 按照都更条例的规定 公办都更必须位于 公化更新地区 所以我们7599的基地 必须位于公化更新地区的范围内 第二个考量基地开发的最适规模 所以我们的面积 必须达2000平方公尺以上 第三 我们为了协助台北市 更多的老屋来进行更新 调降了公办都更的门槛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数 或者是合法建物的户数 意愿达75% 那最后这个计划我们优先来协助 没有跟潜在实施者签订同意书或协议书的地区 后续的实施方式 我们会由台北驻都中心进场担任实施者 以权力变换的方式办理 那后续我们会对外征求出资人进场协助 7599专案计划 只要达到都更法条规定的申请条件 欢迎民众在8月31号前 尽速申请 谁可以来申请公办都更 首先是位于都市更新地区 面积达2000平方公尺以上 那么社区的意愿呢 整合达到75% 没有跟潜在的实施者签订契约书或是同意书 或是协议书就可以来申请 在市长上任之后 便指示我们如何来加速协助我们公办都更的进行 所以我们把第一阶段的意愿降低到75% 只要达到75% 我们必进就可以进到第二阶段 好第二阶段是方式算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的专业的团队就会 行驻来进行方案的评估 包括整个进竹屋的规划 进竹屋能够盖多高 住户能够分得多少的楼梯板面积 这些都会让住户来先知道 那在第二阶段的意愿调查 如果达到90%以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第三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的住户中心 就会直接进驻 包括模拟更新后的房型跟权力价值 让民众来选屋 那么民众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房型 还有区位位置 以及我选屋之后 我需要进行的找补的金额 有一个全盘的概念 7599 由台北市政府以及驻都中心 还有我们委托的民间专业者 共同来推进都市更新 那么都市更新台北对我们准备好了 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免费申请15人的 法令咨询说明会 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是27815696 分机7599 分机7599 请联络我 讲完说北市有近八成的建物 是屋林超过30年的老屋 更新脚步刻不容换 希望透过政策升级 结合市府团队 北市驻都中心及民间专业团队 加速北市都市更新脚步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国际年轻社特别选到台湾 举办百周年纪念会 作为东道主的台湾总会 全力筹办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出席祝贺 并欢迎国际友人 多多到台北市游玩观光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在女高音高唱国际年轻主题曲 及所有周医长与领导的注目下 国际年轻自缓缓升起 让人感动 随后包括会期 圣经烛光及各周遇旗帜 陆续进入会场 其中压轴的台湾总会 会期一出现 更引起全场掌声欢呼 这是国际年轻社百周年纪念会 原本应该在发源地美国举办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延后到今年举行 并选择在防疫友成的台湾办理 让台湾总会方面倍感骄傲 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是在美国 然后因为我们台湾防疫的成功 能够让国际友人一致的认同我们台湾 所以这次能够在我们台湾办这个年轻百年 我们国际年轻社也经历了一年疫情期间的这些努力 终于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举办 担任国际年轻社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委的 亚太周域周域长沈奇明也表示 将用台湾人的好客与热情完成一场国民外交 台湾的人士并不多 但是求精 那我希望在台湾虽然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 继续一百周年我们还是算年轻的啦 我们希望在台湾举办这个活动 让全世界的国际年轻友人知道 台湾是非常友善 非常乐意帮助世界每一个国家 然后给国家增加一个国民外交 还有理由和文化上 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 乔总宣布大会开始 台湾总会筹办百周年纪念会的用心 也获得国际年轻社总部 及各周域代表与领导的肯定 谢谢您来到这里 我非常乐意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台北市长蒋王安也会邀出席 除了对百年来持续推动公益 与服务的国际年轻社表达敬意 更欢迎未来人有更多国际游客 造访台北市 体验台北这座城市魅力 在疫情之后提升经济 也欢迎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到台北来感受台北的美 感受台北的好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各项软体的建设 打造台北成为真正的国际艺牛的大会 国际年轻百周年纪念会 共吸引了超过250位 来自美加日韩等国的年轻代表参与 除了3月11号 在巴陆子举办的救援水池 及海水过滤捐赠活动外 台湾总会方面更安排了 丰富的旅游行程 需要让国际年轻伙伴感受台湾的风土民情 及文化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而国际年轻社百年庆公益的活动 来到巴斗子的海之申基地 捐赠金屯救援设备 来自20多个国家代表 共同见证 画面上是基隆巴斗子海之申基地 正在模拟水池里面 拯救金屯的状况演练 有了这个新的水池 可让受伤的金屯 有一个安全的疗养空间 有我们台湾总会这边花旗 有我们的独岛汪独岛 也特别在规划 我们这一次的捐赠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国际年轻社 也在海洋生态的过程当中 能够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也能够响应 让更多的人 我们来为海洋生态 来做这些保护的工作 希望我们能够抛砖引力 能让更多的人来注意 那我们这次也谢谢 我们年轻社的这些社友的捐赠 那我觉得我也很感动 说所有的前提会友 都非常的支持 那整体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说 我们所建制的这个水池 并没有花到很多钱 但是它能够发挥 很大的一个功效 尤其今天蒂林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建制完成 我心里满感动 尤其是这个世界百周年活动 那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我们的总会长 都力领到我们台湾来 看到我们突出的这些 为社会做的这些活动 我都觉得很感动 这个国际年轻社 百年庆的公益活动 进行捐赠仪式 当中也播放了之前 抢救鲸豚纪录片 当看到金鱼重新演放 回到海洋的画面 现场来自各国的代表 都响起一片感动的掌声 我认为这些活动 我认为这些活动 我们的这种救援活动 对国际年轻社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未来 而且对海洋生态 还有环境都会有改进 未来我们还继续 朝这方面努力 我们非常对生态环境 还有对金鱼 得了解救 我们抱着非常有的爱心 所以我们才规划这个活动 国际年轻社很荣幸 在今年迎来100周年 在台湾台北举行 特别在基隆选定的 来救助金鱼的搁浅行动 捐助了一组 我们的游泳池 以及绿水抽水的设施 希望未来在下一个100周年 因为科技的进步 能够听到金鱼来传述 他们的祖先搁浅的时候 受到国际年轻社 Wise Man的救助 这样的期待 让全世界的国际年轻社 一起动起来 在社区社会服务当中 也来帮助我们大自然 帮助我们的海洋 对于国际年轻社 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受捐赠的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跟中华金屯协会 都相当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 一起来关心海洋 爱护地球 我们的水池是有使用年限的 刚好旧的水池其实也发生破损 说实话也有漏水 管里面的支撑管有断裂的情况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下一次的救援行动 所以这次有一个新的水池进来 的确是帮助非常大 等于是说2020年一直到2022年 就已经有这个十支的金屯 来我们这个救援中心 那其实我们收的这个金屯 不是只有基隆搁浅的金屯 而是还有像宜兰 然后像桃园 像台北还是新北 透过这个国际性的公益活动 除了凸显金屯救援的重要性 也让世界上看见美丽基隆 在海洋环境上的持续努力 让爱继续传播循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基隆市政府要在中正路公车处修理厂 新建新市政大楼 考量到捷运负担庞大 为了要健全市政府的财政 市长谢国梁特别宣布将改变新市政大楼的新建模式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梁特别针对新市政大楼 将改变新建模式 召开记者会说明 考量到捷运负担经费 未来新市政大楼将跟民间一起合作 市政府的财政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那时候我问了财政处 就是说假如我们要盖这个市政大楼的话 中央的补助是多少 那据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的会议的了解 中央政府约补助三成 我们自己负担的金额也是要到七成 那如果是55亿要到七成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要38.5亿 那假如这个38.5亿 我们要在未来五年间把它纳入 然后再加上我们捷运现在是53亿多 就是38亿加上53亿多 那也许我们就会有超过市府 高达90亿的一个负担额 那可能就是不只是完全会超过我们的举债上限 也可能会就是让我们目前的负债增加150% 那基本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我们不再会去编列 物价波动后的这个55.12亿 来作为我们新建市政大楼的一个预算费用 而我们会考虑跟民间来合作 来打造新的市政大楼 市长谢国良表示 新市政大楼的新建采取跟民间合作开发 一方面减轻市府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招商增加就业机会 那我们会参考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或是俗称新北市新店行政园区 我们将结合民间的力量 合作开发成为复合式的商办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引进最好的企业 最好的厂商来跟基隆市来合作 假如盖了商办 我们认为也可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而新市政大楼大概会有多高 市政府初步预估 应该跟旁边的港都明珠大楼差不多 它这边高度如果像旁边的部分 最近有一个建案的了解 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0公尺 就是港都明珠的部分 因为它仅邻这个港都明珠 所以如果比照当地建案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盖到30层楼 不过这还是要看未来的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再去考量 不过它的这个高度的确是可以 在这个允许的使用范围内 尽量的去透过建筑设计去处理的 市府表示新市政大楼的开发 未来是基隆公司协力新典范 搭配有轮靠拨 行锁中正路成为东岸景观大道 将为基隆都市再生带来新契机 记者黄恩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针对基隆捷运的推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们会追加千万元预算 成立基隆捷运专责办公室 并邀请有经验的捷运人才进驻 协助推动捷运的各项工作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或捷运公司 因此在推动基隆捷运方面 市政府计划在交通处内 成立一个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因此在年中会提出追加预算 他恳请议会能够支持通过 交通处里面的科 它有一个交通规划科 那它是做各项的交通规划 包括公车啊 铁路啊 客运啊 等等 如果还要在专责负责 捷运的一个规划 那目前真的是会捉襟见走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们因为已经都编列好了 所以可能外界不知道 也关心我们就特别提出来 也请议会的议员拜托支持 我们今年年中已经提出的 112年追加预算里面的科目 在交通处捷运专案办公室 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本府真的是有努力的 在准备让捷运要进到基隆来 所以我们才要去做很多预算的规划跟调整 包括说把一个原本我们可能会负担到 38亿左右的一个这样子的市政大楼预算的一个案子 来做一个方向上的调整 这个捷运专案办公室将会邀请专业人才来主持 在捷运的营运 新建 联合开发 他们都会是有实务推动经验的人才 还是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底下所指导的一个单位 不过这个主持人就如同我讲的 我希望就是要一定在捷运新建 捷运运营运 捷运运运还有联合开发 这三个领域上面都要有一些实务经验的 过去的一些相关的资深公务员或资深经理人 因为如果是公司就是经理人 来担任 这个是本府对于捷运专案办公室主持人的一个期待 基隆市长谢国朗强调 外界都很关心基隆捷运的进度 他们会很努力的来推动基隆捷运 在各方面来进行沟通协调 但是53亿真的太多了 希望中央尽量在经费方面能够体谅基隆市的财政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采访报导 基隆市政府举行益销总队长布达 市长谢国良宣布 议员曾继言担任新任总队长 并颁发聘书 谢国良表示会逐年增加消防人员原格 编列预算 添购各项车辆与装备 强化整体的消防战力 基隆益销总队长举行布达典礼 新任总队长由市议员曾继言接任 我想今天接任我们基隆市益勇 消防总队的总队长 那我想未来对于我们益销的训练 以及益销所有的福利以及福祉 我想我跟我们的谢市长一定会努力来争取 那我想我在益销100年就在益销里面担任 有在职的那个顾问 那我想对于益销整个的了解 跟我父亲长期在益销里面工作 我想对于益销整个工作以及团队的经过 我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那未来还是会对我们的益销 所有的福利来争取最大的权益 交界典礼上包括金融市各界地方师生 市府及益销同仁 大约200多人管理 金融市长谢国良说 益销同仁很辛苦 云诺逐年增加益销人力 添购设备 我们非常重视益销打火弟兄姐妹的各项权益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冒着他们的生命 在第一线为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护卫 那未来我们会跟消防局跟局长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益销的弟兄姐妹跟我们锦销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来努力 也恭喜我们的曾总队长 因为他们两代其实都是益销 那我们也了解他们做事都是非常的投入 那未来我相信益销有什么要努力要打拼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这位总队长一定会这个义无反顾 一定会好好的为益销兄弟姐妹们来好好打拼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总队长就职之后 带领益销伙伴协助消防局执行勤务 让金融市民居家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 就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